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有媒体今日报道指出台北捷运万大县节七连开案爆发弊案 报道中引述地主小方说法 指控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黄向群与捷运局勾结 向地主骗取同一书 不过黄向群稍早发出声明 并拿出地主手稿以及LINE对话记录等相关证据搏斥 强调对地主行为反复 企图捏造不实讯息 对此深表遗憾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黄向群表示 针对媒体报道节七连开案诈骗地主新闻 他今日发出声明澄清 强调报道严重背离事实 指出协商期间的文件是地主方小姐自愿签署 甚至亲自修改文稿附件一 所以报道称本人向地主骗取同一书 严重不符事实 黄向群表示 地主指控当时认知只用到六坪土地才会同意联合开发 更非事实因为当时捷运局已办理公开展览说明会且都市计划书中也在明初步图说及规划也都有提供给地主 地主不可能误认面积签署同一书 黄向群表示 地主指控本人意图收取顾问费已结 更是子虚乌有他数年为方小姐处理成情事物 从未与地主签署任何协议 更未借此谋取利益 黄向群也附上LINE对话记录 附件二指出地主也一再表达对本人的感谢之情 如今却无止本人意图收取顾问费实在是严重抹黑 黄向群表示 对地主的行为深表遗憾 所以才会提出相关证据及声明书 以正式听 且这相关人等不实之指控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今日镜周刊报道 地主小方的200坪土地位于万大陆上出租给加油站 他因拒绝加入节七连开案 找议员黄向群陈勤 报道称黄向群跟小方说加入连开案 只会用到六坪土地当通风景 若不加入就强制征收变工有的 报道称小方以家族公司名义签下同意书 黄向群还声称小方家族可以盖商业大楼 获利可达13亿 并推荐自己家族的建设公司 一行情该公司可跟小方收取6500万元顾问费 结果最后捷运局 却表示200坪都会征收 小方家族最多只能分得一亿多元 这样的结果让小方难过到数度自杀未遂 黄向群声明全文如下 声明 稿子旧媒体报道有关本人节七连开案诈骗地主之新闻 严重被离事实 并对本人名誉造成重大损害 特澄清并声明如下 已正式听 一地主方小姐因其公司因属为金群岛商盛方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土地遭列入台北市捷运局万大 中汉树林工程捷运联合开发案 向本人陈勤 二陈勤期间本人本于为民服务宗旨 促请捷运局多次与地主沟通协调 而协商期间之稳健 均系地主权衡自身多方离一下自愿签署 地主更亲自修改文稿 央请本人助理戴维善打后自行用印提出 附件一方小姐手稿 报导指控本人向地主骗取同一书 与事实严重不符 三之于地主指控当时认知只用到六坪土地 才会同意联合开发 更非事实 当初捷运局已于办理公开展览及说明会等期间 在都市计划说明书中在明节期用地质相关设施 且初步突说及规划 亦提供与地主之息 地主不可能误认面积签署同一书 四令关于地主指控本人 意图收取顾问费已结 更是子须乌有 本人仅信名义代表 只负责处理选民服务 其间数年为方小姐处理成情事物 从未与地主签署任何协议更为借此谋取利益 而本人仅单成为地主处理成情事物立场 更在成情期间多次表达与地主知悉 且地主义于再表达对本人感谢知情 附件二 LINE对话记录 如今地主欲片面回诺 进屋指本人意图收取顾问费 实为严重媚黑且非事实 众上本见系地主行为反复 并企图捏造不实之事 将毁约责任推卸给本人及捷运局 本人对此深表遗憾 特提出相关证据及本声明书 以正式听且就相关人等不实之指控 本人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声明人 皇上秦中华民国106年12月11日 本人对此深表达